想買房的民眾一個接一個進入到客廳 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這間法拍屋怎麼跟當初公布的照片 落差有點大 抬頭一看天花板上全是Bi 鋼筋也因為漏水出來見人 可汙子的問題不止這樣 地板輕輕敲幾下 很明顯是空心的 買下去還得挖掉重新填補 甚至連門旁邊的柱子整個剝落 來看屋的民眾直腰偷 這間27坪的法拍屋 位在基隆中和路附近 由法務部宜蘭分屬負責 24號上午帶有醫院購買的民眾參觀 三天前在臉書上面公布的照片 屋況不錯 沒有Bi 天花板沒有漏水 鋼筋也沒有外漏 來到現場幻想破滅 整間房子處處都有問題 雖然底價只要341萬 但買下去光整理是個大工程 大概可能要100到150之間 看你的中央的等級 基本的話 因為基本的話你水電要重拉 管線要重打 兩間的廁所 有民眾說這間法拍屋 如果真的要賣出去 可能至少要流標三次 成交價落在250萬上下 不過屋子狀況多多 還得再多花一筆整修費 就算價格便宜 購屋足興趣缺缺 買的意願也不高 TB的新聞流星 葵王思淳 基隆採訪報導